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場談這個節目 我們節目主持人姚偉安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我們上一節已經跟大家講過他的事跡和驚人的言論 這一節也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為什麼這樣的人物,這位大叔可以有這麼多人受歡迎 今天很高興請來一位本地資深的工作者 《星大日報》的總編輯何良茂,輝特你好 這是共和黨的候選人,可以說參選人 還未到總統候選人 參選人裡面所有參選人加起來好像都不及特朗普那麼受歡迎 主要是美國的民心,這十年八年都頗浮躁 特別是2008、2009年美國的金融海嘯 當然美國經濟現在已經經過七、八年都開始反彈了 但美國的國勢在國際上的確給人感覺有節節敗退的感覺 是不是呢?你記起以前,例如在列根的時候就說俄羅斯是蘇聯 即是蘇聯,你後來變成俄羅斯 雖然說你早兩年,你俄羅斯普京在烏克蘭都攪拌 搞得大家都不太舒服 但是油價一跌之後,俄羅斯也不見了 中國又沒有特別出來跟美國爭取頭 那美國人為何覺得在國際上沒有人呢? 主要就是,烏克蘭剛才提到 在美國牽頭的北約都是沒有什麼辦法 就克里米亞半島被俄羅斯拿去 從烏克蘭手續拿去之後 有效地做到的東西除了姿態 反對侵略別人的領土 也希望尊重別人的領土主權 全部都是我們叫做口惟而實不致的 在IS那裏呢 在伊斯蘭那裏,美國也維持過空中的轟炸 也都火同其他歐洲幾個國家 曾經加拿大都有參與轟炸 現在加拿大又不轟炸 美國也在這些事件上,特別是在敘利亞局勢 是舉期不定的 最初就很支持反阿薩德 即是敘利亞大麥士格政府的當權者 到後來就發覺,如果撞倒之後 你一邊更壞 原來那些反阿薩德的人 很大部分都是做到IS的人 等於他們反敘利亞的人 就不是全部是IS 但IS是最重要的反阿薩德 如果這樣弄倒了現政府 他不單止是敘利亞 連旁邊的國家都受了輕易 整個敘利亞都變成一個放大了IS 於是美國就馬上退退 再加上去年10月 俄羅斯突然間加入了空襲 都是空襲 現在最近又說所謂就撤退了 美國會覺得自己真是 完全真是不知做甚麼 我覺得好像不知做甚麼 加上埃及的變化 即是很反復 即是阿拉伯之春在埃及 令到現在埃及亦都變得亂 敘利亞 不是這個利比亞更離譜 即是隨時會 現在比之前的卡達菲 現在是利比亞的IS更難搞 是 他可能分析出來在當地的土炮IS 所以有些學者說 今時今日中東的亂局IS的崛起 其實美國是很大的責任 越搞越壞 這句話本身也有語病 是 當美國是一個 美蘇是超強的時候 為甚麼我們就說美國越搞越壞 為甚麼我們說不是美俄越搞越壞 俄國當時在 你不要忘記 前蘇聯 侵略阿富汗的 不是美國侵略阿富汗 我記得 美國有份打了他 你去炸這個 去炸這個 而 Gabriel說話要公平一點 兩個超級強國 當時是主宰世界上主要的局勢 我講的都不是很久 在20年前 當我今次罵美國的時候 我忘記了 冷戰一個手掌拍不響 美俄冷戰都有關係 所以 今次俄羅斯並不是透明 並不是省油的燈 但是俄羅斯離開之後 去砌阿富汗也好 去砌伊拉克也好 那個都是美國帶頭的 這是兩個布殊的年代 你看到 台上美國在搞的時候 也是海灣戰爭 但是俄羅斯或前蘇聯 並不是沒有事情做的 它跟伊朗的關係 所以這個地緣政治 基本上都是你如我詐 美國通常都出師大陣仗 又是海灣戰爭又是電子戰 俄羅斯在後面是操盤的 不過還是要回來特朗普這個題材 不好意思 俄羅斯也是敘利亞最大的支持者 但問題是一般的普羅美國人 是不是真的關心中東的事情 而影響到 他不關心中東 甚至也不關心加拿大 只是關心美國 現在美國的狀況 如何令到我們的荷包 是不是越來越好呢 美國在世界上位置 美元或者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 是否令到我們前景 即是無憂 因為它有好的工作製造業 都走去中國 你最初就說不是 我們只是把低技術的工作 輸去美國 墨西哥 搞搞搞搞搞搞的時候 連高技術的都去了 連蘋果的所有產品都中國製造的時候 美國工人做什麼 美國工人做一些高級的工作 當然是養不見美國人的 不可以每個人都做植谷 過靠植谷 植谷就變成做食山崩 所以現在美國很不高興 但是有些外邊的公眾 看到外面 就算中國的成本都在上上 越南都有上上 現在還要再賺更便宜 可能遲些要去到 孟格拉也說不夠便宜 可能去到斯里蘭 可能以後遲到去到非洲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現在擔心並不是公眾外盤 而是美國在世界上位置 現在就沒有什麼位置 特別是中國的聲勢上來上得那麼快 不要說軍事或者航空母艦 或者其他什麼飛彈 純粹說中國的國勢 美國人有一種雖無遠慮 也有近憂 我覺得單一超強 好像美國的轉移 可能去到20世紀鐘 就會慢慢下降 國家的聲勢 然後東方或者亞洲 就有一些國家上來 但是他們會認為 川普就可以令到美國 在這十五十六的心態之下 看到一個這麼敢說話的人 所謂的真小人 美國民眾會覺得 以前那些政要或小布殊 是偽君子 他們說得很仁義道德 或者去打恐怖分子 或者是打喉塞恩 或者薩達姆 這些所謂的 獨裁也好 全部都是美國自己的軍事工業 和一些大企業背後支持的 他們想去特別軍火商 想去找生意 於是就找出私名義 美國人都會覺得 我真的不行 但如果不去打那些人 就算你打了拉登 將他就地政法之外 美國現在在世界上 如何維持呢 美國人都看不到 他的位置 走在十字街頭 所以覺得有個這麼大聲的人 大嘴巴的人 你會覺得這個人好像有些聲音 你不忠誼 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 但我又會 明了一點 我基本上覺得 未必他們看到這個世界 美國的影響力 而是他們看到美國的經濟 或者他們的生活狀況 就真的不像以前那麼好 他們也看到很多 一次一次選舉 政治人物說很多 答票 答票 但結果選完之後 有一次未必一定好 可能性比更差 很多承諾根本也不兌現 全國醫療 結果好像都不是真的落到袋 他們對於一些 說得很好聽的 又很文明的一些 政治領袖 就失去信心 突然間弄了這個 土豪惡霸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不是啊 這個清新的空氣 清新的政治空氣 那麼四個字 斯文掃地 不如試試吧 試試斯文掃地是怎樣的 所以就是這個我們看法 Gabriel 我覺得 現在是一個參選人 都未到七月 都未陳埃落定 究竟特朗普 還有沒有機會 究竟特朗普 現在還是變數 很惹賣 還有也說大學 說得不得了的 但是呢 他在生的時候 都很受歡迎 那時候更加受歡迎 還有你說 多倫多 市的選舉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市 即是 是數以十萬計的選民投票 而多倫多也是加拿大商業的中心 那裏的人一定有一定的見識 但是從前那裏的人都選了他做市長 是這樣的 民主選舉就不是保證選最優秀的人出來的 民主選舉就選一些刺惡的人 OK 亦都不是最優秀 最優秀的人都不會去參政 最優秀的人就做了生意 去做那些不需要在政壇上 這些扮不同面孔的 就是 我做節目主持人 哈哈 節目主持人就去評論他們是最對的 OK OK 做他們最好的爭友 我覺得你提到福特 福特就不是說沒有問題 他那個出身 他那個族裔背景 意大利裔 亦都是很全奇的 當然他不是甚樂不捨 他只不過是拒絕那些人 那些人有很多東西就扔到他 當然他自己也拒絕了一些東西 他也叫做被人懷疑 他是拒絕過那些 不是懷疑他自己都拍出來 是疑似獨辦 但是他可否證實 他也不是一個導友 他又是癌症死了 那我覺得那些人都喜歡福特 就不是喜歡他這些亂七八糟的 是個人不獨棄 你喜歡他直牆直肚 但是你有沒有去到特朗普那些那麼大嘴巴 還有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起碼他在多倫德市政見樹都有的 他亦都說了你 他不是真的扔了票 他很多都兌現 我覺得他也算是一個性情中人 但是我不覺得習老婆是性情中人 我覺得他很奸 他這個人 那不是做大生意的 就是大嘴巴 但全部都是算計 我覺得他現在的方法是一個傳媒策略 就多過選舉策略 到他真的要七月選他出來做候選人 即是代表共和黨之後 我相信他就會收回僵 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問你了 你覺得七月他是不是可以做到 這個共和黨的候選人 以及最後他會不會成為美國總統 哇 你這個要 麻煩你搬個水晶來看看 我們要做好像相命一樣來預測 我相信他可以做候選人 但是總統就比較難 總統就要他犯錯 怎樣洗底 怎樣令人相信他以前的大嘴巴 將來他會很慎重其事 是很有智慧 好像林肯總統那麼能夠駕馭局勢 能夠令全國凝聚 不同族裔 美國的族裔的大容路 比我們更複雜 他的大容路 我們是多元文化而已 我們容許每個族裔有自己的ID 美國就不容許的 要每個都容許你自己過去 忘記過往他鄉的東西 來到美國就是你的身份 變成美國人 就只是一種聲音 對他來說這樣也不夠 你宗教也不可以信其他宗教的 也不是 美國什麼宗教都有 對 你看這個就是總統 將來有個回教總統 又代表什麼呢 就算有個佛教總統也代表什麼 這也不是問題 美國人可以做總統 就不會限制他的宗教背景 只要美國選民授權就可以了 我想特朗普這個問題 是有些人要考慮 如果他做了總統 是手握全國的大權 也等於 手握世界第一大國 也不要說他是單一超強 可能到時有一個中國或其他國家 崛起和美國平起平坐 那麼他能不能夠很有智慧地 代表美國人 捍衛了美國代表的價值系統呢 這個美國人一定要思考 好了 他的選票一定要 能夠滲透了這種純色 否則美國人就 不是特朗普瘋狂 是美國人的瘋狂 好了 Victor 說了一個非常好的結語 基本上大家可以考慮 當然 我們可能也有美國觀眾看看 如果特朗普做了美國總統的話 究竟是對美國和世界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對我們沒有影響 很多人會上來移民 是啊 在紐約斯科士或紐約斯科士 已經開始在想 你移民是小事 但如果真的亂按制 亂按開火 這真是世界大事 好了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下個星期有另一個話題 跟大家繼續討論 拜拜 字幕視聴上方